近日 据从知情人出获悉的消息表示 郑爽诉张恒民间接待纠纷案将于明日 即1月19日开庭 据悉 早在2019年12月 有网友爆料郑爽与其前男友张恒在分手后 疑似仍有经济纠纷 或将诉诸法律 2020年1月8日 郑爽有被媒体拍摄到现身法院 当天下午 有记者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获悉 就在日前 该院受理了郑爽诉张恒民间接待纠纷案 而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而此次的郑爽先生也是因为法官约其来院谈话